今天要进入到的内容叫做加速度 这边就是开始重点 我们喜欢从这边开始问一些问题 因为它会比较有变化 比较有变化 来我们先叫做平均加速度 等一下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来我们说这个纸带 我们前面看过这个图 我们向左边拉 这个图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什么运动 越来越快 很好 这代表什么意思 越来越慢 很好 越来越快也好 越来越慢也好 都表示它的大小发生了改变 把它的快慢发生了改变 那这种我们就称之为所谓的有加速度 有加速度 中文叫做加速度 但是变快也叫做有加速度 变慢还是叫做有加速度 这个加速度的意思指的是速度有改变 速度有改变 加速度 好 刚才讲的是我们的速度的大小有改变 请问你还可以有别种改变吗 所谓的改变速度除了改变大小之外 还可以改变什么 讲一下我们前面讲过速度是什么什么东西 要讲什么跟什么 所以速我们叫做什么叫等速度 必须要什么什么一样 那所以速度有改变 除了改变大小还可以改变什么 很好 还可以改变方向 可以大声讲没有关系 还可以改变方向 可以 所以所谓的有加速度就是指速度有改变 速度有改变可以改变大小也可以改变方向 好 可以大小改变也可以方向改变 所以呢 我们有加速度就是速度有变化 速度有改变 可以大小改变也可以是方向改变 当然也可以是两个都改变 当然也可以是两个都改变 不过基本上因为国中只教直线运动 所以大部分都只有大小改变 大部分都只有大小改变 但是原来都可以哦 所以要做加速度 那么同时也注意 我们的速度是向量 那么速度的改变加速度也是向量 这个意思就是说 弹加速度跟弹速度一样 要怎样 要讲大小还要讲方向 不过我们等一下会带到这件事情 我们这边很少会跟你讲什么 向东向西啊 我们方说正方向跟负方向 那什么正跟负的意思是什么 后面会告诉你 后面会告诉你 所以我们就告诉你说 加速度就是速度有改变 就是速度有改变 可以是大小改变 也可以是方向改变 也可以是两个都改变 那另外就是加速度是一个向量 讲加速度必须要谈到大小 也要谈到方向 就是我们简单的跟各位介绍 加速度的意思 OK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下期再见